而在央视女主持人中,人们经常以董卿代表中国女性,杨岚也曾有着不低于董卿的成绩,知性,聪慧,富有才华。杨岚比起董卿更多了一份野心,这也是为何她放弃了央视一姐的主要原因。 杨岚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知家庭,父亲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授,母亲是一位上海女人。 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,杨岚经常独自在家无人照料,最终被送到上海外婆家。 在上海的那几年,杨岚虽然有时会生起对父母的思念,但外婆对她的爱也十分充足。 直到十岁那年,杨岚被母亲接回北京,开始培养女儿各方面的才华和学识。 1986年,杨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,学习英美语言文学,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 大学毕业那一年,运气好的杨岚赶上了央视第一次设招。 虽然不是播音类的专业,但英文专业也为她加了不少分。 在面试时,杨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与面试官对主持人这一工作岗位进行了探讨。 年纪小,但杨岚自幼受到父亲的指导,对于很多事情的了解要超越同龄人。 再加上有自己的想法,杨岚顺利地拿到了进入央视的通行证,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央视主持。 接手的第一个节目,就是江坤主行的大型电视综艺栏目《正大综艺》, 不是专科毕业又起点这么高,杨岚没少在台里受其他人的冷眼,压力也十分大。 幸好江坤对杨岚很赏识,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她很多帮助。 江坤运用自己的相声功底,在台上以幽默的方式, 将新鲜的事物向电视外的观众们一一讲解。 为了推出杨岚,她不惜做起了捧根,将杨岚的优点放大, 随着二人的合作越发契合,整档节目也愈发火热,杨岚在圈内外都有了名气。 后来江坤退出了这档综艺,由赵忠祥接班, 两人又创造了不一样的《正大剧场》。 杨岚还成功拿到了金话筒奖,进入央视一姐的位置。 或许在主持人行业,杨岚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。 为了突破瓶颈期,她决定辞去央视主持人的职位到美国进修。 这个决定,不仅仅让杨岚的事业发生了变化, 也成功地改变了她的生活。 杨岚算是早婚,早早地就和银行职员张一斌结婚生子。 当时她有了去美国学习的想法时,丈夫曾试图阻拦。 但杨岚却认为自己的学识已经不满足地位, 应该出去充实一下。 或许从那时起,杨岚与张一斌的婚姻就已经出现了问题。 在美国期间,杨岚结识了歌手费翔, 两人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, 经常一起外出游玩,互相诉说彼此的想法。 费翔大家也很熟悉了, 曾经她在春晚一一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, 成功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。 除了在歌唱方面有着成绩,费翔的外表也曾迷倒万千女性。 所以当记者们看到杨岚在国外与费翔有密切的交往时, 便纷纷对二人之间的关系展开异想, 很快绯闻传开。 但对此,二人并没有作何解释, 直到多年后费翔登上了杨岚主持的人生相对论这档节目。 在节目中,杨岚对费翔说, 有人说我们谈过恋爱, 说完便拿提词卡遮住脸, 但这背后是娇羞还是嬉笑谁也不知道。 费翔的回答十分有趣, 从侧面解释了两人长久以来的关系。 他表示也看到了相关内容, 还称其中有一部分是真的。 惊讶的杨岚瞪大了眼睛, 费翔却说, 如果我们恋爱, 一定是你把我甩了。 开怀大笑之间, 这场多年的绯闻画上了句号。 费翔确实不是杨岚喜欢的类型, 杨岚喜欢的是长相普通, 但却充满智慧和血腥的吴征, 和吴征的相遇纯属偶然。 对于吴征, 杨岚美貌又充满才华, 就像一本让人沉迷的小说迟迟不能自拔。 而吴征对于杨岚来讲, 就仿佛是从未踏入过的领域中最有能力的王, 女性总会对自己崇拜的对象产生爱意, 杨岚也没有逃过。 1995年, 杨岚和前夫离婚后, 与吴征在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, 外界对杨岚的婚事十分注重, 但更多的媒体却认为, 杨岚抛弃糟糠之夫, 转身嫁给了身价百亿富豪太现实。 对此杨岚并没有过多的解释, 只是说自己年少时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爱, 直到遇见了吴征, 和吴征在一起, 杨岚不用放肆自己的野心, 肆意地从对方的身上吸取自己想要的营养, 而对方不仅充实了杨岚的生活和知识财富, 更是在事业上给予了他大大帮助。 与吴征结婚后, 杨岚不仅开创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高端的有深度的访谈节目, 还基深商界, 先后和丈夫投资了多个公司。 2013年, 杨岚登上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前100, 如今的身价更是超过70亿, 杨岚的成功不仅仅只是事业, 在婚姻上也是如此, 他先后为家里诞下一男一女, 在怀孕期间也没有停止工作, 或许放在其他男性的身上会遭到妇女的围攻, 但吴征对杨岚的好能从杨岚的脸上看出来。 过了50岁的年纪, 杨岚与丈夫还保持着每天表白的浪漫互动, 这是二人这么久以来维持新鲜感的常用手法, 人生在世几十年, 有人选择为别人活, 有人则选择为自己活, 杨岚就是第二种人, 也成功地活成了女人心目中最羡慕的对象之一。